这毕竟是一个竞技项目 你不仅要浮出你的汗水 你不仅要浮出你的体能 你都要超越你自己的一种极限 这是一种态度 这是一种对你舞蹈的一种态度 我是在以一个老师的一个职责 告诉他们 你学习任何东西 不要轻言放弃 我们需要的就是 你对这份职业 或者你对这份业余的爱好 一种坚持 一种长期以来 人家所看不到的一些汗水和泪水的付出 这是需要的 这是必备的 舞蹈 让我来到美国 我觉得跟它就是 是一种热爱 对它是有感情有爱的 所以如果让我选择的话 我肯定会开一个舞蹈学校 而不是说去做其他的事情 喜欢拉丁舞蹈 因为拉丁舞蹈是什么样的种都有 有很厉害的和有很慢的舞蹈 什么样的舞蹈都能学好 四岁半就开始跳 然后那跳成八岁 所以我觉得 长大的时候跳舞会对我很多帮助 跳舞就不要放弃 就不要 就不要说 我不想跳了就回家就不再跳 不要放弃 继续先跳下去吧 至少的话 咱们的孩子 我觉得他很懂得什么叫做坚持 坚持的意义 他现在做到 而且家长的话也非常非常配合 很支持 他也很 对于这个孩子来讲的话 这是一种他成长的一个经历 所以说 学武之人贵在坚持 本节目由 学习的一种他人贵在坚持 他人贵在坚持 他人贵在坚持 是一种他人贵在坚持 他人贵在坚持